邀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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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主委坐北軍台 公委員長 主委你好 台語聽得懂嗎 聽不懂 聽不懂 好 沒問題 先確定一下我們的這個立場 我大概 之前跟外交部跟僑委會的時候都有大概聊一下 請問你覺得中共政權是本國外國還是敵國 什麼錢 請再講一遍 請問中共政權 中國這個國家 他是本國外國還是敵國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講本國外國 他們好像不能確認 多一個選項叫敵國 你覺得是哪一種 可以不回答啦其實 不想 這不是我管的 我想請外交部回答好了 好 沒問題 因為待會退伍會 我會提到海外榮光會 他是一個在海外的組織 然後我們這個透過台橋的部分 有去了解 他們的組織架構跟體制 待會會聊到 2019年10月21號 彭世關主委受訪時表示 我國對將要對中國有敵我意識 因為我們本來跟他就沒有什麼好的意識 這是主委講的話嗎 這是新聞記者講的 那你當時原文是怎麼講的 原文我是時間過了我都忘了 但是我是說並不是每一個將領都心裡面好像傾向於中共 我記得我是這麼講的 OK 然後他後面還有加註說 你是從中國大陸逃難來台 從未在心裡把中共當友邦 有這件事嗎 我都不記得我是這麼講的 不記得了 好沒問題 我不記得我這麼講的 這個都是2019年10月21號的新聞寫的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個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裡面會先確定一些事情 2015年12月31號的時候 退府會呼籲說這個農民跟退降物參加中國的相關的軍事或政治活動 但是在2016年仍有退降去中國參加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年大會 請問這件事情我們退府會有沒有檢討 2016年的事情 2015年12月31號呼籲勸說農民與退降物參加中國相關軍事政治活動 但是2016年仍有退降去中國參加人民大會堂活動 請問退府會有沒有檢討 報告委員這個 這個退降他退伍以後他要去大陸的話 要向原退伍機關去申請 那我們是對這個 退降他退伍以後就是農民 我們對他是做服務照顧 這件事情我們在新聞上有看到 然後我們有製作這個退降赴大陸的一些小叮鈴 希望配合政府的人 榮民眷赴大陸注意事項文宣來宣導嗎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用榮光周刊 這都是退府會的事情嗎 對對對 OK 但是宣導是否有效 有沒有做過檢討或者是這個 有 去年就沒有啦 去年的沒有我覺得是跟九條三的修法比較有直接關係 那在這邊是希望說我們宣傳管道如果在 去年九條三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退降去那邊的話被我們發現可能你的退休金會不見 那除了退降之外喔 我想包含這個 退役的四官兵其實也會遇到一樣的情況 因為 當然我知道現在我們並沒有管制 他還是可以自由的去中國 比如說旅遊之類的 但是你 我們很難去這個畫出一條界線 比如說在中國 在台灣的這個軍官士兵 因為我們島國人比較少 他們有可能透過比較好的關係 有限制機密的這個機密人員 有可能透過四官兵來替他做赴中國這件事情 我想退府會這個部分在榮光周刊或是相關的宣傳管道 是不是也可以再多加宣導一下 可以的 好的 謝謝你 去年九條三修法之後發現說 如果這個我們把你的退休金拿掉 很多人就不敢去了 這個是好事情 但是呢 我們另外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除了今天在退府會的業務報告裡面 第八條好像有寫到 穩固友邦關係深化國際交流 退府會目前跟美國、英國、日本等等的國家 做這個所謂的軍事外交 或者是說 融光聯誼會 拓展實質外交 這件事情 請問我們現在具體的交流事項有哪些 我們具體的交流事項一共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交流互訪 第二個就是我們建議 這個密切的合作的關係 另外我們第三個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派到 還有駐外的人員 能夠到他們的這個 退府會 能夠增進啊 之間的這個更密切的關係 我們已經進展到這個地步 我想融光會 是我們這個退役將官 軍事兵在國外的這個組織 有43個會有20個國家嘛 對不對 那據我的理解啦 他也算是我們的僑民的一部分 海外台僑的一部分 是 但是齁 因應我們的這個 不管你認為他是本國外國或是敵國 他的的確確有在海外做統戰的行為 那我認為一個國家的軍事將領 士官兵他們都應該要 站在我國的這個 國家認同 來對抗這些所謂的統戰部門 尤其是在他們有作戰經驗 有敵我意識的前提之下 是 是否能夠加強海外人榮光會 扮演這個 對抗統戰第一線的這樣子的角色 我想他們長期以來就是這個角色 因為我接了這個主委以後 他們在去年就有回國 我們還在僑委會 吳主委請我們用餐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們對於國家的相信力是非常強的 也等於說是做到了這個主委的期望 我個人有一個感覺 感覺這些組織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國外 所有鞏固精神力量的據點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中共對抗的統戰從來沒有間斷過 這樣子的海外榮光的組織 跟我們的一般的僑民組織 他們的互動情況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我們海外榮光具體辦過的活動座談 以及這個對統戰反滲透相關的活動作為有哪些 我們不講細節的話有兩點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一個他們的聚會從來沒有邀請中共的人 中共的人也不會去參加 第二個他們每年都有人回來 回來之後看到國家的進步 看到政府政策長照日照的實行 這是他們親口對我講的 感覺這個國家在往前走 在照顧我們的老百姓 所以我想就請這一點 你去做什麼統戰也沒有用 我想我對他們是有信心的 對於國家的政策他們會認同的 我想這些推將士官兵都是比我們早 好幾個年代進入可能是長輩的 對我來講啦 所以當時我們記得軍隊國家化之後 我們一直要很清楚的講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當然在海外包含不管我們講華僑台僑 或者是這些推移士官兵 其實他們都有選擇的 所以希望他們在做出錯誤的選擇之前 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來強化敵我意識 並且做好這個反滲透的準備 因為這些人將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不管是海外的這個榮光會裡面的成員 或者是還在本國的還在島內的 這一些退伍降臨士官兵 每一個每一個只要他跟中國產生接觸 產生不負面的新聞 都是對國家形象跟尊嚴非常大的打擊 不要等到大家限制退休金才敢不去 我想這是我們這次質詢的重點 請這個退伍會 我覺得委員講得非常的正確也非常的好 我也深受你的感動 不過呢 並不是說每一個將領都是因為 退休奉被扣就不去了 也不是這樣子 他們也認識到今天國家需要團結 我想這一點也是他們不去的原因 好再麻煩退伍會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陳柏惟委員 下個進行巡討委員是蔡世英委員